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最急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俄关系 以及中国周边的这些局势 我们越南朝鲜的局势 我们都要来关注 一些最新的动向 因为大家是统一阵线的 我们的目标就是反对美国 我们的目标就是击败美国 我们的目标就是 让美国变成多级格局当中的一级 而不是像现在这么为所欲为 我们只有把它变成多级格局当中的一级 那么像巴勒斯坦的人民 他们就不用再受到摧残了 美国这样忤逆全世界 在那里支持这个巴勒斯坦 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变得强大起来 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盟友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 形成一个统一政线 不能再吊儿郎当了 所以说这一次普京总统来中国 我们谈了非常多实质性的内容 中国需要远东的地盘 中国也需要东北的出海口 而俄罗斯也需要中国的支持 和中国的庞大的市场 中国的经济的支撑 美国居然在据自己旗帜的内根树 蠢的可怕 5月17日在哈尔滨举行的记者会上 俄罗总统普京谈及美国对俄 实施的经济制裁 称其美元政策是一个愚蠢的巨大错误 杰克核心社和共青团真理报的报道 普京指出美元是美国强称的基础 其作为世界储备银行的地位 为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可谓是 天降横财般的巨大利益 而美国却将美元作为外交政策斗争的工具 这是美国政治领导层最严重的战略性失误之一 他进一步表示 从这种公开的非法讹诈和威胁政策 美国正在破坏全世界对美元和美国资深的信心 导致去美元的全球化进程 正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发展的 他们正在给自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换句话说 用我们众所周知的俗话来说 他们正在巨断自己旗帜的那坑树枝 纯得可怕 普京说 普京强调 一个国家利用金融和经济工具 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号施令 这种坏脚是不可接受的 包括在政治领域 美国政治经营的错误 导致美元作为世界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作用被削弱 他说 我向你们保证 是让所有的国家都对此作出反应 你们只需要看看外汇储备量 看看美元是如何减少的 我认为这一进度是不可避免的 普京也补充到 没有人愿意因美国的非法行为而蒙受损失 但欧洲人却要吞下所有苦果 在这证明他们对海外宗主国的依赖 他最后总结说 目前的经济形 目前的形势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 即通过放弃美元 转而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结算 来加强本国的经济独立性 就像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做的那样 那么目前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90%贸易 均实现的卢博和的秘密结算 这些数据还在持续的增长 所以大家能看到 就是普京他要来中国谈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构建起我们自己的货币体系 构建起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 什么事情都要实大实的去干 人有的时候他会懈怠 他会觉得这不是当务之急 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普京也说了美元是世界的霸权 他曾经作为世界的霸权 随意的一个一个做空一个什么做多 就可以随意的去收割他国的这个财富 要不然就搞颜色革命 然后再进行收割 要么就加息 让别的国家破产 让别的国家完蛋 你在那里辛辛苦苦干的 他美元只要弄个便系法 他就能够赚了个盆满钵满 用钞票去赚钞票 然后你呢 你是啥也都不是 你一个国家就崩了 小危险的国家像什么斯里兰卡这种的就崩掉了 那中南规模的国家系统严重的恶性通胀 像土耳其这样的 大一点的国家像我们这样的国家 对吧 也因为美元而蒙受什么 一定的损失 所以说这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元 他作为政治斗争工具 我们就用普京总统的话来讲 他在哈尔滨开这个 开这个记者会 佩斯科夫都皱眉头 普京总统你怎么还在那里开 说不完的话 马上我们坐飞机马上就要走了 飞机都要来不及了 我们飞机都是有预定的 所以普京在哈尔滨 他能这样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能够讲很多的对国际局势 发表一些看法 我觉得非常好 真的是给哈尔滨长脸 共和国长子长脸 普京总统亲自在哈尔滨 发表这样的讲话 你说他之前在这个 调卫财国民伴发表讲话 现在在哈尔滨发表这样的讲话 而且大家要知道 当今我们有一件事情 普京确实是整个世界 属于属于的领导人 跟我们的习总一起 都是属于属于的领导人 你其他的 你那些西方的那些国家 还有那些其他的那些国家领导人 那没办法看 那是领导人吗 那是些啥玩意儿 大家要知道 美国跟西方的现在这种状态 就像老兵爱看的美国节目 Jerry秀 是一模一样的 就那种蠢态 上来说 你喜欢的 你男朋友喜欢男的 你知道吗 然后就上来就说 两个人说 他干了我 但是他不知道我是男的 我以前有这个钉钉 然后把这个奶子给弄出来 展现给大家看 现场上耳光打架 搞得蠢的 不得了 现在他 现在美国跟西方不就是这样呢 你的社会都变得这么蠢 就像台湾一样 台湾的社会 就这么蠢 那他妈的这个 台湾的政府也是蠢的 他整个西方都是蠢的 那你说他今天干了这些政策 对吧 他们利用他们自己的那种力量 利用他们对全世界的一些影响力 他们把这种愚蠢构建给全世界 推销给全世界 让全世界都变成反制主义 都变成蠢驴 蠢货 傻逼 这样那他们就是正好的 非常的愚蠢 非常的愚昧 非常的令人作呜 所以说普京在这里讲的这个话 就是在中国 他一定就是要呼吁全世界各国 你们就是说 增加本币结算 少用美元 我们不要过度依赖美元 不要养成这种习惯 我们要割除掉这种习惯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就非常好 对于普京总统 他就是在东北 他这里 一个是俄罗斯的很多的 这些基金的这些基金 都进入到中国来 然后再跟中国 进行一些地缘政治上的一些合作 这个是很重要 在全球范围内的 金融的合作 经济的合作 这个就是什么 建立起来联盟 我们这个联盟 都要成为什么 坚定的反美斗士 所以这就是普京 他就是重点有讲的 就是中俄 要全世界 就是说要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 和基金体系的 第一步就是说 先使用自己的本币进行结算 能用多少 用多少 就是废掉美元 因为大家都深受美元和美国其害 是不是 他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来看一下这个俄乌战场 泽连斯基成了 我们很多旅都打光了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 五月十七日接受 法新社采访时表示 随着俄军 攻势不断扩大 乌军往往在武器和能源上 基于劣势 急需更多人手来提振事迹 他表示 乌克兰急需补充 后辈部队 有许多的旅都打光了 泽连斯基对法新社说 哈尔科夫地区局势已得到控制 但尚未稳定 俄军成功沿着 乌克兰东北边境 推进了五十十公里 这可能只是更广泛攻势的第一波 他说 我不会说 这是来自俄罗斯 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并理解 他们正在深入我们的土地 报道称 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三个年头 泽连斯基正加倍 恳求盟国援助更多防空系统和战斗机 帮了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空中优势 今天我们只拥有 保卫乌克兰所需的 大约25%的防空系统 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需要120至130架F-16战斗机 或其他坚定飞机 才能平衡俄罗斯的空中优势 泽连斯基还称 俄罗斯的攻势还将继续扩大 而乌军王往在武器和轮延上面居于劣势 急需更多人手来提振士气 大家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吧 哎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现状 这就是俄乌冲突 泽连斯基他就是个无敌洞 他就是个吸血鬼 他就是个他妈赌场的赌桌 让你他妈填不满 到他妈多少钱进去都填不满了 而大家要知道 5月20号不仅是台湾的赖清德 登基上台 同样也是 这个泽连斯基任期到期之际 那到期以后他怎么办 继续赖着当 那不是非法的吗 人民经过选举了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扯的一个事情 这个戏就在他要直读 要扣一扣 非常的扯淡 那么OK 现在西方 我们有一个乌克兰的赌场 让西方不停的往里面 使劲的去投硬币 使劲的去弄钞票 去消耗他们 这些钱 本来他们就可以干更有意义的事情 但现在他们就是扔进这个无敌洞 去消耗他们 对吧 而现在 俄罗斯这边 跟乌克兰的战斗比 损失比 不成正比啊 你说这个仗怎么去打 大家说是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最新的局势 我们很多旅都打光了 所以老明说的没错 一天都把每天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很多旅都打完了 现在都搞银群作战 以旅为单位 没有失了 都是旅 然后是他们要赢 啊 所以这个就是就是现状 那再一个 啊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很安全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得很顺 我们就很安全 他们往西往一步 我们就很安全 所以我说 像崔永元那种人 在那里讲说要普京玩了 要哈马斯玩了 要伊朗怂了 他是反过来 那应该是美国跟西方 他也 这个普京也指出来了 说这个欧洲 不就是西方的奴才 他也曾经说过很清楚 像很多支持西方那些人 不都是西方的好才吗 大家说是不是 你要去当西方的好才干什么 他关心自己的老百姓吗 不关心 他把他的快乐建议在你这种广大普通那百姓的痛苦之上 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最新爵士 我们再来看 越南中央建议由公安部长苏林担任国家主席 陈清敏担任国会主席 据月通社18日报道 越共中央向越南国会建议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公安部长苏林担任越南国家主席 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会常务副主席 陈清敏担任越南国会主席 卵副主已经岁数大了 七老八十岁了 肯定要退 接班人肯定要选 原来的那帮南派 就像我们中国国内的共青团派 这些人被清除出去了 对吧 那么也要有也要找这个接班人啊 中国希望越南稳定 美国希望越南乱 美国现在就是想把越南这里搞乱 让中国的南大门出现问题 在海上和陆路上给中国制造麻烦 所以中国现在是不停的撑越南 要让越南稳定 所以我说了 越南他妈的自己宣传 也要多宣传中越友谊 别他妈中国人陆关了 还他妈才进行对中国人进行敲诈勒索 海关上面 跟中国还有什么什么西沙南沙的这种争端 别得了便宜他妈的不老实 这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现在迟迟不给你建高铁 你要让我们看到 你真正的跟我们恢复的友谊 你民间是什么状况 还有那么多人相信美国呢 那只会让你越南心中的崩塌 你越南现在出口也不行了 被美国加息 前些年赚的那些钱 全都被美国给卷走了 还不赶紧跟中国之间 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虽然你那个越南盾不值钱 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 要做的很大的细致的这个工作 这个要中俄一起去做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越南 现在这里找这八顶的 这些强力部门刀把子 来当国家主席 是有必要的 他现在不是说发展经济不经济 是要有政权的稳定 政治稳定 政治安全 是现在越南第一位的 而且清理南派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政治动荡 都要注意时刻注意 美国时刻在这个地方 在越南中部 不停在搞颜色革命 越南境内 现在颜色革命也挺多的 还不警报中国大腿吗 再一个 朝鲜金正恩委员长 亲自督导监视 督战 朝鲜进行战术弹道导弹的演练 发射战术弹道导弹 跟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是战术核武 朝鲜是战术弹道导弹 但我个人感觉 也应该是战术核武 在这里使用 也是给韩国跟日本 头领上再次给他敲那个钟 也给美国颜色 所以你看到没有 整个东方阵营 完完全全团结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原来还不够 我们还要做得更多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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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